我們希望在年底之前 在框架協議的基礎上 能夠做一個具體的規劃 基本上就是11個城市怎樣分工 因為具體規劃的方向是什麼呢 我們希望能夠做到機制創新 制度創新 來促進四個方面的流通 人流 物流 資金流 信息流 應該包括讓香港的單排車 不需要拿內地牌 可以經過 明年年底之前落成的港珠澳大橋 進入廣東 能夠做到一點的話 香港和廣東的交往 是會更加詳順 我提出這個主張的前提 就是因為香港地方太小 澳門地方也太小 我們街道很困窄 因此 這個單排車進入內地 美國不適用於或者不等於 讓內地的單排車可以進入香港